好像斷了手腳一樣 很多事情不方便 尤其是太太先走 男眾留下來那是更苦 如果先生先走 太太留下來還沒那麼苦 還有很多家事摸來摸去 還好打發日子 男眾後走 太太先走 你簡直連個煮飯 還成飯家事 你根本摸不來的時候 你更是會懷念他再有多好 更苦 不管怎麼苦總是日子要過 尤其在他49天內 我曾經試過 就是勸他怎樣 書寫經典 在書寫經典的過程 當然剛開始可能很多後事要辦 慢慢的 其實出病以後 事情少一點了 他每天就會找一個固定的時間 書寫經典 他在書寫經典的時候 他會覺得好像就藉著 這個書寫經典的過程 跟他的什麼太太在溝通一般 那對養者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對王者呢 或許他也藉著這個兒子怎樣 感受到的這份功德 對不對 所以書寫經典真的也是讓我們 這個能夠解脫那種痛苦 那往往我們可能也透過這49天 然後讓他能夠怎樣延續下去 受用一輩子 乃至於說還不止受用一輩子 是不是他還有機會延續到下一輩子去啊 也有機會喔 也有機會喔 所以我們說 犯拜也能延續 書寫經典 誦經執咒 念佛 拜佛 禮佛 這些習慣性都有可能能夠延續下去 因為他都屬於讓我們的內心是平靜的 是踏實的 是喜悅的 那麼都有可能怎樣 那個不只是可能啦 幾乎是可以怎樣延續下去的 來開啟我們的什麼 法生會命的延續 所以呢 我們說 若自書 若教他人書 或者恭敬尊重 以種種的什麼 花的香 塗抹 身上的那種香料的這種香 或者墨香就是燒香用的那種香墨 燒香的這種燒香 還有呢 用華曼啦 用陰落啦 用蕃蓋 那個佛的蕃蓋 還有呢 用一些祭樂 比方法器 樂器 那麼兒位供養 並且用什麼 五色彩番 做囊聖之 用五色彩番呢 把它裝飾得非常的莊嚴華麗 那麼在灑掃淨醋 來膚射高座 而用鞍醋 就是把這些經典啦 或者佛像 或者這種 像要供養的這些東西呢 都放在一個非常乾淨 而且非常慎重的地方 如何的乾淨呢 就是灑掃過的乾淨之處 還有呢 因為很慎重把它怎樣抬高 膚射高座 而用什麼 鞍醋 那麼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也有無量百千天眾呢 都會來到這個地方 來供養守護 這個是諸天 他護持什麼 受持 要使法門者 自然感照 不是你去傷請他們來 邀請他們來 談條件來的 不是 對不對 而是怎樣 同樣都是護持要使法門者 受持要使法門者 那麼自然感照 等於是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有這樣的一個同好 目標都在什麼 要使佛 由要使佛來指導我們 我們來跟要使佛學習 所以在天眾方面 在諸天裡頭 四大天王 他也都屬於什麼 要使佛的這種擁護者 所以他自然會來怎樣 護持 所以呢 我們說透過供養 那麼所能夠獲得的護持呢 就是 曼蘇師弟菩薩會護持 還有什麼 諸天會護持 所以接著呢 128頁 那麼這個地方呢 那麼釋迦 釋迦牟尼佛 應該說是 曼蘇師弟菩薩 他所講的 他說世尊 因為是曼蘇師弟菩薩的請法 他發願 他的護持 然後他也知道 諸天也會護持 所以呢 曼蘇師弟菩薩繼續說 他說 若此金堡呢 流行之處有能受持 有願意受持這部經典 還有呢 以筆 世尊要是流離光如來 本願功德 因為 要是佛他在行 菩薩道的時候 他已經發了12大願 行 在這種 他所發的這種 大願當中的功德 還有呢 我們透過聽聞名號 那麼 也會當之呢 世處無腹恨死啊 只要有這部經典 存在的地方 有曼蘇師佛的名號 存在的地方 有曼蘇師佛的名號 那麼為什麼 曼蘇師佛存在的地方 能夠無腹恨死呢 是因為曼蘇師佛 他在行菩薩道裡 所發的什麼 大願 公德嘛 本願公德的關係 所以呢 這個地方絕對不會有恨死的狀態 不會有恨死的情況 那麼 也同時不會怎樣 義父不畏諸惡鬼神呢 奪其精氣 涉以奪者呢 還得如故 身心安樂 那麼也就是說 可能就不會被什麼 有時候好像被鬼附身之類的 奪其精氣 讓他不大正常 精神不正常 就是說 不會不至於有這種狀況 就算已經有這種狀況呢 都還有機會怎樣 恢復 為什麼能夠有機會恢復 因為曼蘇師佛行 菩薩道的過程當中 他所發的本願的功德 力 能夠讓這樣的事情呢 得以怎樣 消除 所以還得如故 能夠恢復他正常的樣子 身心安樂 真心能夠安樂 所以如果是精神不大正常的 其實透過奧師法門的修持 是 是能夠有機會回復的 是能夠回復 因為奧師佛他 他就是發了發過這樣子的什麼 本願功德力啊 而且不只奧師佛的這種本願功德力 還包括什麼 曼蘇師利菩薩護持還有什麼 諸天護持 三寶俱足 對不對 所以這些 這個都是很好的法寶耶 好 所以呢這個是屬於什麼 供養得到護持的利益 好 那麼我們接下來呢 是受持得到什麼 加倍的利益 供養會得到護持 那我們來受持的話 能夠得到什麼 諸佛菩薩的加倍的一個利益 好 所以在一百二十九頁 會有所謂受持的遺軌 受持的遺軌 所以佛陀呢 就告訴曼蘇師利菩薩說 如是如是 因為釋迦牟尼佛呢 回頭肯定前面 是曼蘇師利菩薩所講的這一切 說啊 沒錯沒錯 就如同你所說的這一般 曼蘇師利啊 如果有盡性的善男性女 重等 想要供養彼 釋尊要是琉璃光如來者 他想要供養 曼蘇師佛的話 那麼就要先怎麼樣呢 應該要先照立彼佛的形象 先要照佛像 照曼蘇師佛的佛像 夫清靜坐而安處之啊 要讓那個地方是很乾淨的 並且要稍微設一點高處 來把它怎樣安坐下來 並且要怎樣散花 散種種的花 因為要有花香 圖香 燒香 抹香 是不是 用種種的香來供養佛陀 所以要燒種種香 並且以種種的什麼 床 床帆 莊嚴其處 用佛藍來莊嚴 並且呢 七日七夜 受持八分摘戒 說八分摘戒 前面也講過有八條戒 之外再加上過五不食 那麼食 清淨食 吃的是清淨的食物 那當然素食以上 就是不要再去殺眾生的血肉 對不對 那個會不夠清淨的 並且呢 早遇相解 要讓自己的整個身體 非常地乾淨 穿著清淨的衣服 那麼我們的內心呢 不要有任何夠慧的心 夠濁的心 沒有怒害的心 讓我們的心情是非常地平和 是充滿了慈心善念的 那麼對所有一切眾生 都能夠起利益安樂的響 讓我們的慈悲喜捨平等的心呢 能夠在這個時候展現出來 所以都就是以那種菩提心 所發出來的那種菩薩的什麼特質 是不是 要經過慈悲喜捨的四五亮定 所以我們說我們的這種慈心善念 本身是讓我們非常地平靜而乏喜的 那麼用這樣子一種平等的心 來怎樣呢 鼓樂歌讚 甚至呢 又繞佛像 又繞佛像 所謂的繞佛呢 就是順時針繞 有時候我們也搞不清 從那邊講來是左邊 從這邊講來是右邊 那主要就是怎樣 還是順時針的意思 順時針來繞佛 那麼福音念筆如來本願功德 讀誦此經思為其意 言說開示啊 那麼還要盡可能呢 要念著如來本願功德 因為在經典裡面 是不是就不斷地在告訴我們 要施佛的什麼 本願功德嘛 他所發的本願 之後他所造就出來的功德 所以讀誦此經 不只讀誦此經 還能夠思為其意 那麼就是不只誦經 還要解經 甚至還要行經 是不是 並且能夠為什麼 眾生來演說開示 所以這個就是 受職藥師法門的一個遺軌 這種遺軌呢 那麼後面也會再出現 那這些遺軌其實呢 在藥師經的經辯當中 尤其比方我們說 在這種敦煌石窟裡頭的壁畫裡頭 就會出現 我們這段時間在我們法源寺裡頭 也有藥師淨土晶便 裡面所畫的這些呢 其實都根據這些經典來 我們繼續看 就會知道 要把這些全部都設備好 實在不容易耶 因為他的這個儀軌相當的多 後來我曾經在解釋這個晶便的過程 就講 其實就把這個晶便呢 它是很大一幅 在家裡不可能這麼大幅 我們就把它縮小一點嘛 供在家裡什麼都有了 後面都還會講到 要供養如來形象七尊耶 七尊藥師佛 那我們真的一尊一尊的去做 實在也蠻費事的 乾脆就是供養一幅什麼 藥師淨土晶便 上面什麼都有啊 香花燈土果月 連這個舞蹈音樂什麼 還五色彩番 十二藥叉大將全部都有 那麼這次本來是想說 最後一集也可以講一講晶便 但是因為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PowerPoint本身呢 效果不是太好 只想說 將來就是麻煩到我們室裡面去呢 去攝影啊 那個整個藥師經的那個內容 那個才看得清楚 那麼大概會附在這個的最後一集 讓我們除了經典 告訴我們這些思想觀念以外 實際上真的是 當我們願意受持要施法門的話 不只誦經啊 這裡面就會講到這些疑鬼的問題嘛 所以呢 在那個那個經便上面其實都有 當然 這個經便本身 在有形的部分提供給我們 其實無形的這種內心的那個調整 還是要靠自己喔 對不對 因為他說無什麼 無構著心 無怒害心 要有慈悲喜捨平等之心 這個是不是受持者本身就要去做調整啊 那不是說經便一掛了 大家什麼心都出現了 也不是對不對 還是要靠自己怎樣去調整的 那才是真正在受持要施法門的喔 並且要很理解 要施佛行菩薩道的時候 他所發的本願功德 因為這部就是要本願功德經嘛 對不對 而且要怎樣思維其意 廣位演說 所以 132頁 這裡就講到 會有受持的效益 前面講的是供養的效益 供養會得到什麼 曼蘇施利菩薩的護持 還有諸天的護持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受持有什麼效益 第一個呢 霍福的效益 會霍福 而且會免難 好 好 132頁 這裡就講到 誰所樂求一切皆碎 要是佛他本來就是 希望能夠滿眾生的願 但是我們說這個願呢 要如法如律的願才是 而不是胡思亂想的願 對不對 不是雜想紛飛的願 那麼就等於說我們自己要做一些調整 如法如律的願才是我們可能達成的 對不對 如果不服如法不如律的願呢 那都是妄想紛飛 那都是不可能達成的 諸佛菩薩也沒辦法 也不能幫我們達成那種 無思亂想的願 所以我們這裡所謂的願 所求的呢 並不是 並不是沒有限 並不是沒有範圍的 隨我們自己去想的 不是這樣的 一定要怎樣 如法如律 與法相應的願 所以與法相應的願 也就是說 我們所要的物質生活條件 不是我們的重點嘛 對不對 但是起碼讓我們飲食無缺 是不是 讓我們衣服資據 沒有什麼 沒有缺乏 不於匱乏 我們才有能力 在法上面的什麼 修行跟追求嘛 好 所以呢 要是否會讓我們所求 隨所樂求呢 一切皆碎 能夠讓我們順心碎意 讓我們能夠心想事成 是因為我們所心想的呢 它是如法如律的願才可能 那麼能夠求長壽而得長壽啊 求富饒而得富饒 求官位而得官位 求男女而得男女啊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好的 所以等於說 我們如果要求長壽 那麼可以持要時經 對不對 要求富饒 一樣也可以 求官位呢 也行 那麼要生男育女也可以 但是 我們說其實呢 不只是世俗的這個層次而已 我們可以看一看這個在134頁 134頁呢 135頁的第三行 這裡講到說 我們修學佛法 對這四件事情 應該要有什麼 更深一層的看法 所謂的這個長壽 當然我們 有限的色身壽命 是不是我們也希望長壽 但是這個長壽 是不是還是有限的啊 有限的長壽嘛 如果能夠讓我們活到八九十歲 一百歲 我們實在也夠滿足了 對不對 畢竟還是免不了一死 好 那如何的讓這個長壽 還更進一步呢 就是要怎樣 正德法身會命 無量壽 是不是這樣更深一層啊 還有呢 我們要求什麼呢 要求財富 富饒 不只是物質上的富饒 我們應該要怎樣呢 要具備功德法財 是不是才是真正的富饒啊 功德法財 累積功德嘛 才能夠累積出我們的福報因緣 是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這個富饒 不是只有物質上面 世間法上面的 求了半天 當我們一氣不來 又帶不走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功德法財 是不是可以隨著我們 生命的流轉而一起走啊 還有呢 還有呢 我們所謂的這個 求官位得官位的這個官位的部分呢 說應該要登什麼 法王位啊 也就是應該是 真正的最高的法王位就是什麼 成佛 而不是世間的明文立養的那種 名分地位的問題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過程就是要怎樣 行菩薩道 行菩薩道 那菩薩道上是不是有果位的增長啊 提升嘛 好 那麼求男女得男女啊 好 當然我們說啊 如果要求子嗜 希望生男育女 送鑰匙金也很好 好 那當然送普門品也非常好啊 送地藏金也行啊 都可以怎樣 獲得端正結會的男 男嬰兒或者女嬰兒 起碼呢 他都還是福報姻緣 智慧呢比較具足的孩子 所以我也常說 當我們看到人家懷孕 趕快去勸人家 趕緊誦經念佛 對 將來 小孩子的出生 我們不用花太大的精神 因為是結善員來的孩子 乃至於是什麼 報恩的孩子 哇 那我們就可以非常舒適 也是結善員 我們常花幾個月時間 換得你幾十年的那種 免於太多的操心 實在很划算 經濟效益很高的 那在這裡也可以看到 其實 求男女得男女 所以 也一樣可以送鑰匙金耶 對不對 一樣是可以送鑰匙金 好 那麼這裡的求男女得男女呢 我們應該再進一步 在135頁的第二行這裡就講到 所謂的男女呢 佛法沒以什麼 善心誠實為男子啊 以柔和忍辱為女 女人 那麼也就是說 不是只有生兒育女的問題 而是我們自己本身 是不是能夠更加的有誠實 忍辱的得恨啊 對不對 這個部分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啊 跟我們的修行有很深切的關係啊 對不對 讓我們的那個習性呢 我們的柔和度是夠的 那麼就等於是女嘛 讓我們非常的精進勇猛的 是男 誠實 面對 種種困境 也要有點氣魄呢 是不是 所以我們說 這個身為男 男子呢要有氣魄 身為女子要有氣質 是不是 要讓自己呢 更有氣魄跟更有氣質 對不對 那也是求男女得男女啊 所以佛經真的非常好的就是 幫助我們從很現實的這個層面 去想到怎樣更深的這個部分 更長久 淵遠而流長 隨著我們生生不予的生命之流 而流轉的這個部分 是可累積的這種功德財 這種修養 是不是更重要啊 那麼透過要施法門 也能夠協助我們 所以這個就是受持的什麼 利益 能夠獲福 好 除了獲福以外呢 還能夠怎麼樣 免難 免難 好 那我們看看這個免難 有什麼樣子的難 在我們的這個科判表 剛才跟各位講說要改 我看是不用改了 因為 這裡說 供養受持是沒錯了 因為分了兩個 後面有沒有 供養得什麼 護持的利益 受持會得到什麼 加倍的利益 這沒有錯了 所以不用改 好 那麼在受持方面 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加倍呢 一個是獲福的加倍 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免難的加倍 嘛 剛才講的就是獲福的加倍 對不對 求長壽得長壽 對不對 求官位得官位 這個 求什麼 求富饒得富饒 求男女得男女 這是獲福啊 接下來呢 就是免難的部分 好 那麼有幾種難呢 一個叫做 百怪出現難 這個寫錯了 百怪出現難 在135頁 有沒有看到 百怪出現難 這裡寫錯了 然後呢 一切不畏難 內亂外患難 違犯墮落難 女人生產的難 會有種種的難 好 那我們來看135頁 百怪出現難 這裡講到說 若富有人 忽得惡夢 有時候會做惡夢 而且會見到什麼 種種的惡象 那麼這些惡象呢 很可能是有一些怪鳥來集 一大堆的怪鳥忽然間集在那裡 像這裡講到說 像貓頭鷹或者烏鴉之類 中國人認為烏鴉不吉祥 到日本喔 哇一早聽到烏鴉 呱呱呱叫好高興 所以其實沒有絕對的 日本人喜歡烏鴉 中國人討厭烏鴉 所以我們看到烏鴉 就會覺得他這個不好 不吉祥 在日本倒是很歡迎烏鴉 所以烏鴉最好投生到日本 不要到中國 所以世間的現象說實在 都是相對出來的 不是絕對的 那總是呢 所謂的這個怪象就是說 奇怪怎麼 平常沒有這些鳥來集 突然間來了一堆 那是有意象的 是有特殊的現象 或者呢 在我們所住的地方呢 百怪出現 會有一些百怪 什麼樣的百怪呢 房屋會巨響 或者器皿會突然間破裂 或者這個半夜會出現一些怪聲音 種種恐怖的這種現象 從來沒發生過 那麼忽然間發生 這個可能都是一種預兆 所以都會讓我們覺得 產生那種不幸的一些預感 好 那麼這樣子怎麼辦呢 我們也不能光是在那邊害怕 所以他這裡會有百怪的出現 所以此人若以眾妙之具 碰到這種狀況 有一些怪異的現象出現 也不要太害怕 所以我們說經典也會讓我們有什麼 無謂師啊對不對 像碰到這樣是不是非常的恐懼害怕 那不要害怕呢 就是要教我們有辦法 去對峙對不對 去面對 好 那麼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呢 如果能夠以種種的 以眾妙之具 把我們比較珍貴高貴的東西呢 能夠把它擺出來 供應什麼 恭敬供應 比世尊曜師流離光如來者 好 那麼 惡夢惡相呢 諸不吉祥呢 皆昔隱沒 不能為患啊 好 這個都只是預兆 好像快要發生 但是我們趕快即時怎樣 因為這種發生 是不是業障的現前啊 種種惡因緣呢 它會會集 在它還沒有會集之前 趕快投入善因緣 就會去打破惡因緣的會合 自然就會去打破惡因緣的會合 讓這個實際上的現象還沒有產生 不吉祥的事情還沒有產生出來 因為這個只是什麼 一個預兆而已嘛 好像快要行程 但是我們要讓它不要行程的話 那麼就借諸什麼 要是否它的本願功德力來化解 所以呢 這些惡夢惡相諸不吉祥呢 皆昔隱沒 它會消失掉的 而且呢 不能為患 是沒有辦法破壞到我們自己本身身上來 所以它能夠讓我們免掉什麼 百怪出現的困 這種困難 好 第二呢 一切部位的難 好 所以呢 或者呢 也有水災啊 火災啊 刀災 這個戰爭 是不是刀災啊 過去啦 那麼還有這個屬於什麼 毒 毒 遭毒藥所害 現在的戰爭也可能 用化學的什麼毒氣 所以現在的戰爭就複雜了 就不只是刀 以前是刀光閃閃對不對 現在又不只是如此 可能也會有所毒 或者險惡啦 一些惡像獅子老虎啊 熊啊 狼啊 熊啊 皮啊 毒蛇 惡蝦 蜈蜈蜈蚣 油鹽 一些奇奇怪怪的蟲 這個 具有毒性的蟲 文盲等部 這些是不是都讓我們覺得很恐怖的 的出現 那怎麼辦呢 若能置信 意念彼佛 供養恭敬 一切部位 皆得解脫啊 碰到這麼多奇奇怪怪的 這些災害的出現 那麼我們就要好好的恭敬供養 要是 琉璃光如來 那麼這一切的部位呢 皆得解脫 好 就像我們在法源禪林 因為是一個 森林開發出來的地方 是在戶外禪修 那麼就很怕有 無族 世族 多族的什麼 眾生的出現 對不對 所以我們呢 我們都會藉著這個 節下安居 每天晚上 宋池 叫做 孕婦經典 南傳的一部經典 叫做孕 不寫出來以為是那個孕婦 宋池孕婦經 孕婦經是怎麼出現的呢 就是 曾經在佛陀那個時代 那麼有人被蛇咬死 咬傷乃至咬死了 佛陀就說 我們就是沒有去回向給這些 無族的眾生 世族的眾生 乃至於多族的眾生 像蜈蚣他是不是多族眾生啊 蛇是什麼無族眾生啊 在山裡面最怕這些東西 是不是 所以每天晚上每天晚上 這樣持送下來 那個蛇真的少 幾乎看不到 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都 等於是回向給這些 針對性這些 無族多族 世族什麼族的眾生 他們都有那個 Leader耶 那個引導者 他們的 比方猴群裡面有沒有猴王啊 一個團體裡面 很自然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領導者 是不是 有些都比較屬於領袖型的人物 他不見得說 有個名分說你是班長 但是他就一副班長的樣子 是不是 有時候回向給他們 真的他們會帶著他們走 很有意思的 確實喔 所以我們說其實 不是只有藥師精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功能啦 其實所有經典都會有 只是說有時候是比較針對性的 比較針對性 確實這些什麼 這一切部位啊 都有可能怎樣 消災免難 我們請翻到139頁 第三 叫做內亂外患的難 好 那麼若他國侵擾 盜賊反亂 他國的侵擾是不是外患啊 內亂呢 盜賊反亂 內憂外患都一起來 國家不安定 社會不安寧 那怎麼辦呢 一樣 意念恭敬 比如來者 意皆解脫啊 好 所以前面 在元起的地方呢 太虛大師 為什麼當時候會倡導說 應該要 宋慈藥師經的一個法會 也因為當時候 國家不安定 內憂外患 那麼在這種狀況呢 那麼往往也是個 也是可以透過 藥師經 藥師法會 來讓我們 免除什麼 內憂外患的這些困難 當然 根本上我們自己 百姓本身還是要有所 這個修正 之外呢 就是讓這個國家本身 能夠多結善緣啊 讓百姓能夠多起善念 那麼自然能夠有所改善 好 那麼第四個難 第四難呢 叫做毀犯墮落難 在一百四十頁 複製 佛陀呢 接著說 慢書勢力啊 若有盡性善男子善女人等 也就是說 一些善男性女 很有善根的這些善男性女 乃至於呢 這個盡行呢 不是諸天 不是於天啊 為當一心 歸佛法生 受持境界 的這些 那麼也就是說 那麼也就是說 有一些善男性女 她本身 甚至她呢 她願意盡行受 所謂盡行受 就是我有生之年的這一輩子 裡面呢 那麼我已經不適於天 我就是好好的怎樣呢 過一三寶 所謂過一三寶要怎樣 不適於天 對這些諸神仙們呢 我們不再去怎樣 當然我是覺得說 到廟裡頭 我們還是要很恭敬的 打一聲招呼 對不對 也不是說鄙視這個神道 不是 但是呢 我們不再去要求 或者再到那裡去發願 或者在這邊再跟大家談條件 是不是 讓我過的什麼困難 我就怎樣來還願 往往我們大概 以民間信仰會比較 用這個方式 但是如果是一個正信的佛弟子 來講的話呢 就不適於天了 就算我們碰到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也不再去怎樣 求神問補了 好 那麼 甚至 盡行受 就是我有生之年 已經不再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們 希望是一個正信的 歸佛 法生的什麼 佛弟子 所以呢 為當一心歸佛法生嘛 這是非常標準的三寶弟子 不管碰到任何的困難 也不再去求神問補的方式 而是呢 透過佛法 佛門當中 諸佛菩薩 那麼在這些呢 其實都有一些 開示跟方法告訴我們 那麼在過程當中還要怎樣 受持禁戒 也就是說要守戒律 什麼樣的戒律呢 像五戒 十戒 像居士的話 五戒 通在家出家 對不對 但是在家 再上去的話 居士可以受什麼 八關齋戒 八關齋戒就有九條了 是不是 這裡的十戒指的是什麼 沙咪沙咪尼 十戒 那就是出家眾 甚至呢 還有菩薩的四百戒 菩薩的四百戒是 在家居士都可以送 在家居士跟出家師父都可以 通菩薩戒 比丘二百五十戒 這只有比丘 兩百五十戒 比丘尼呢 五百戒 這些都屬於什麼 社律一戒 一條一條 數得出來的戒律來說的話 那麼在這當中 於所受當中呢 有所毀犯 一旦有所毀犯呢 我們就會恐怖說 會墮到什麼 三惡道裡面 好 那麼如果能夠很專心 來受持念 佛的名號 恭敬供養呢 者呢 必定怎樣 不受三惡去生啊 如果我們能夠受持 要施法門 其實不只要施法門 只要能夠受持 諸佛菩薩的法門 本身來講的話 又很恭敬供養 難免有時候會 毀犯戒律 但是也比較容易獲得清淨 是因為有什麼 諸佛菩薩的一個護持 所以必定不生三惡去啊 自然就不會生到三惡道去的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阿彌陀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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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賜 謝謝 謝謝 我